好 凤凤开局手枪局的轻甲标配加两个接起翻弹很有可能是强飞你C一点 第一时间Burlin这个位置被给了一个单向炎 他知道对方很有可能来进攻C去 所以他先选择把队友叫回来回房 嗯 对于FPX来说他们这套阵容其实有点就像我们讲到的 奥特姆在防守端的玩法他很有可能会去打一些没有怎么配合的潜压 刚刚说完 他跟TZH是一起从AYC前点但是黑背就早就在那炸好了 已经摸清楚你的打法了 哎呦 不太敢摸对方是给了星云这个时候AY反而是反控了下来 要不要考虑转A 没错 其实在有星坠加魁射的情况下拖延技能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纵使TZH的魁射已经倒了 但是星坠还是可以用他的拳图支援快速的给到一些拖延技能 还在拖延时间五个人集结完毕要等黑背到位 一起冲 进行凤凤来了 凤凤在这边吃到一个全板 还嫌疑凤凤在被兜兜制防的一个情况下把炮点的人打通了 拿到了非常明显的优势 这一波是只留下了一个回防的奥特姆这一分已经几乎打不赢了 而且凤凤可能大概也猜到了对方在守方家里面 让凤凤来安装爆能器 其实在点里面一开始的碰撞还挺有趣的 因为一开始是进攻方给了暗瘦 然后防守方是给了一个丢丢 在两边都被技能命中的一瞬间 进攻方先拿到了人数 卧库叫找人让凤凤去完成击杀 测证 二元的凤凤 迪雪也没意识到 还凤凤在旁边勾了一个防背身 主要是YOU作为一个信息 为他能够去控制一下碎时区的点位 没错 这一分FPX确实除了C-DUG 刚才奥特姆的位置比较激进外 其他的位置都很安全 对 可以打B 因为手上是有冲锋枪还有手枪的 必须把招火距离拉近的话 就把刘一手拉出 非常地激进 刘一手是肯定要吃这个玩意火的 一换一之后 进攻方的暴动器带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可以安 但是黑帐的时间要结束了 进攻方第一时间是蓄不到烟的 方向上有一个不错的回防时机 但他们选择了等 但有人再加强 暴动器已经安装完毕 现在又是个攻守转换 但站位也没有办法铺开 这边左右双架 而且阿阳已经没有技能了 阿阳现在是个白板 他们没有任何找位置的能够 奥特有高速通道 奥特可以依靠这个高速通道 隔绝对方的点内 但是还是要看对枪 还是要看对枪 因为找不到人 我看到基因拿到了更多的优势 凤凤在那联盟两人 这个人Burlin的位置被锁死了 现在二打一 凤凤十六须五滴血 两个人双架就行了 高低双架 没办法拉出来又再次被 刚才也说了 这张图在我们上一个月 就是第二幕的时候 确实是一张防守图 五十三的一个防守方胜率 在入围赛和正赛里面 而且是打得最多一张地图 三角成功必绝 一点直接空放了 二楼看一下 阿阳是从二楼下来 强行做了一个一换一 不算很赚啊 狐凤一招三连飞剑 想要绑 右侧的石门 OK 现在又陷入这个问题了 回方没有一点点信息 Fx完全要摸黑去找人 所有的位置都要靠肉眼去一个一个搜 右侧石门第一时间是被针对到了 而且可以被强拉过来 没机会啊真没机会 我看到 我觉得这份阿阳在点点一换一 是完全亏到爆炸的一个角色 防守方一换一肯定亏 而且凤凤也知道 最后TZH就在石门的位置 发不了了 一勾一打 TZH也没想到想象 立马了 奥特我们这边即将要接到对面的火 进攻方这一分 真来了 他进发 有些一个小声音的闪声 保顿的去骗出来了 凤凤就到B点右侧 现在转不转 脸上有个星体 这个星体也会有点 让进攻方有点忌惮 进攻方选择转向了A点 但转A点的问题是 第一你随时需要花点时间 第二就是A点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你也不知道 你现在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 B点有个尼侯拿了一把G 但是YOU手里面是要暗兽的 虽然只有一个 不过他们可以等YOU的一个鬼眼冲的完毕 暗兽好像在树维后面找到人了 不过这个时候又要打夹B的战术了 对 但暗眼也没了 进攻方已经没有什么摄影师 摄影师也遮蔽了技能 强进来 直接找人 咬到了吗 好像没咬到 没有 但进攻方安包的时间很少 不能再被打断 冯锋的踩雷 随便进 还是把羊收掉了 奥特区把G 在二楼近点 发挥空间会很小 看见瞬间没击掉 第二个玩烟火 冯锋去往BCLink 其实不会有收获 扛个雷去找人了 但是威慑性很大 这个时候Berling 只能去限制自己的走位 而且手感完全在线上 尽管玩烟火没有收获 但无关紧要 这一分已经是收入囊中了 是 刘雨雪要选择 宝枪了 他手上还有经济 下一分也能起 王一C的技能 但是王又没有让他保住 有人就直接锁死 没有人 那我就确定一片虚实 安全能 再给叶琳 有终于技能就打C 看柏林能撑多久 柏林 等到留一手 三人扛住C点的压力 这一分剩下分分一个人 180度打两个 还想转 没办法 转不起来了 对方人太 对 章云也能够作为一个就是阻断眼 虽然不是单向眼 来了 有人双架 黑杯 想要去晃声味 这边C长 第一时间能进吗 重力之前 想要让Berling去找机会 但发现 对方C外人好像有点多 再给一个嗨爆全场 再拖延你的时间 进攻方这一分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办法 直接能进入爆中进去的部署区 唯一有办法的 可能是小开插的那一个点 他如果有全面封锁 可以去玩 但是小开是一个人在弹幕AA区 他并不知道H去抵视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他现在也没有想要 第一时间抱团的想法 TCH 大家看到了 哦 好妙 OK 全面封锁也有了 这一波可以考虑提A 但是对面的高中道 让他会稍微有点忌惮 与阿彪第一时间去接近这个标的点 他要等队友 他肯定得等队友 这个位置如果不能队友 他自己死了 全面封锁是没用的 直接拍 布置全面封锁之后 奥特姆必须要给尊重 还是要卡个时间差 奥特姆想卡时间差 他毕竟是有充能及时 他要跟对面去换 他要跟对面去换 找机会 给机会了 奥特姆打了一个半 这一波已经OK了 我觉得 哎呀 听到对方在安装爆能器 还是得等队友 因为有人在绕后 但这个绕后 同样碎时区佛罗西 是一直在做一个阻断的 就看谁能够去察觉到对方 留一手 柏林也在绕 两边都在绕 这边上转就会看到伤管了 凤凤 尖枪走出来 柏林绕营了 但柏林的位置已经爆了 柏林再打一个 现在最后一人名牌的凤凤 凤凤出过枪打过人 但这个时候凤凤要听对方抵包了 手里面有 凤凤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包的 但是柏林这波急了 有个塔利普键 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到包的 塔利普键再拖延你时间 我怕时间已经不太够了 没差一半 凤凤想让他大枪位 但是 好像够的吗 这一波 OK 没有能够让对面拖延任何的时间 来得及的 嗯 方布拉斯拿下第一分过后 也终于拿到开门红 切连 看一下记忆的暂停的调整 方向优势的哪里 两边终于要空A了 是 这一波是头一次两边的A带 眼影碰一 凤凤 手杀拿到 奥特姆直接倒 没有人可以帮他补枪 进口方 暗炎 暗炎火了 暗炎 暗炎没动 能不能走 没走掉 还行 谢谢你欢迎 就 我把这炮吃了 你帮我打这个人打了 但树武已经被渗透 T1对于A点现在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优势地位 点下短暂是个三打二 但是注意T1支的选位 哇 他是选择走一手 而且又回复 展开回复 这个时候你A点的回方不好回了 你哪怕包点占人了 也没什么用 柏林的纠集绕后 和对面的纠集断后 小开在对面的B点里面断后 而柏林在对面的B点外面绕后 这个烧街炮台有没有瘫痪 柏林在点心体 他想用烟遮住吗 没有 这个破坛应该弹瘫了 超出距离的 小开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小开应该意识到了 他知道自己的烧街炮台是没想的 所以可能第二时间还要回头反摩 他没看 他没看 被测身抓了 两边的绕中绕 柏林现在的位置非常的诡异 但是还有人在绕波里 回头看到了不急这波选择拖战 他现在可以开旋软门往C点去撤 而且对面未必知道他的距离位置 甚至还连接了宇宙分裂 对面近C点会变得非常困难 时间还有30秒 TE参举到2v2 这个时候正好是开关门关了 刘一首手上也有全面封锁 他可以选择 以全面封锁来跟对面做架码的交谈 他没有选择交 他选择直接来 对面不知道他的位置 柏林跟柏林两个人 小范围的空手转换 一个室屋包 而且对面有全面封锁 可以把你从室屋驱住过去 但是你的驱驱控制不了 TE现在你枪线没有办法铺展开来 打一波流了 他要等张云下去 来了 暗炎在闪电弹球 太疯疯了 队友完全跟不到 因为队友被闪电弹球完全抑制了 被晕住了 正面拿手还没有找到 OZEN的位置 OZEN还在换点位 但正面没扛住 准备就拉了出来 没子弹了 20秒 进攻方 最后是一个三打三 对面有全面封锁 进入一个现实战斗 包可以安 但是在全转门外面 漂亮小开 跟WIO的一个60度的枪线 这样的话虽然有全面封锁 但是你却守不住 完全可以拆 最后一个人 柏林的点位要被发现了 还行 极限的一换一 从站位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方布拉斯 他已经选择放弃了A长的控制拳 好 太多的技能 三个人直接来了包点 但对方的叶琳 把三个人全找了出来 这个超杀 无敌超杀拉拉拉 OZEN的配合 两个人全被捆了 这个超线暴走 和无敌超杀的配合 很重本 但是物有所值 对 这就是为什么 OZEN一定会跟阿阳 站在一块的原因 对 两个人的技能combo 终于是打出了成效 三人残阵 把包东西安下去 三打5的一个手包战 现在对于T来说 非常的难打 不过现在OZEN也不敢冲了 毕竟没划铲 他自己的超线暴走 也马上结束 依靠用长枪去跟队友 创造出的 二次的无敌超杀 我要你三个人的命 但是我又先拿到玻璃 风波再打一个 三打三 但是FX再翻一个 玻璃 丢秒了一个 2v2 剩下一个风波 1v2 有采力飞 采力飞剑的角度不错 对面第一轮拆不了 拆不了 两个人是创架 TCH2去拆包 净净翻腾 能不能打断 净净翻腾 能不能打断 没办法 身位稍微拉得有点大了一些 而且净净翻腾打断 这一开局方布拉斯打的 比较聪明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在于 你HD线你控不了 必须又有其乐的一个中心技能 可以被又相反 又同样的结局 第二次了 对 结果一直招的有点 招的有点多 是不过分 但已经没有给他第三次的机会了 因为上面他已经最后一局了 完颜活 直接来 完颜活 看不然脸能换枪吗 没有换掉 阿阳还在瀑布 但是全套技能的阿阳又是选择 三个技能先丢俩 哎呦 丢丢 皮弹还可以回来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忍住 因为你现在其实没有任何队友可以去 就帮你的丢丢去做事 所以要等一等 嗯 我觉得他还把皮弹收了回来 可以等皮弹再冲的完整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有四个人去打这个四打三 而且知道对面枪鞋不齐的情况下 是比较有优势的 闪电弹就给了深处 就到左边 皮弹找到第二个人 哦 哇哦呦 他战边是扶了今天一把判官 有人要强掉 哦呦 跳出这部奥特姆的身法 关键了一手 奥特在空中是规避了判官的一个伤害 但是网友的准度还没有结束这一分 残局的2打2 2打1 1v1 10滴血 GZ是直接选择抓住对面的换弹时机 进行了补枪嘛 最后一分锁定 这一分时间等一下 来得及 应该是来得及没问题 虽然可能会有一点 哎来不及了 哇 人多你很有可能就已经顶出来了 或者说要么疯狂在那晃皮革 来了输 丢丢是被秒打 刚出手就被起飞 现在第一时间也感觉到了 A区的机构人数有点不太对劲 十文 十文 十文去通缘时间13秒 之前时间要多了 暗夜没给好 暗夜给的并不是很舒服 附罗欣并没有命中对面在前端的人 六小三原点完成一波双伤 不服 原区里点了一个男背身 小开抓到了机会 他在这边TZ区 单打三哦 和阿牙两个人起来并不是很高 他TZ区又收了一个 一个非常标准的标配右键 这边的光链也补夺背身的机会 刷完了 帮姆拉斯拿下下半场的手将局 但也要差不多决定最终时机了 应该是要转A去 因为看到TZ制裁慢慢往前摸 他已经从碎石区 逐渐的要摸到A打前面 但这个时候奥特曼突然启动 我来以命做假打 我刚才又是很标准的 再把对面的人往C点去勾 对 打了一套破方 而且基因确实走到一半 才感觉味道不对 挖欣并回头望月 在楼梯望了一个 但是第二次再望一个 挖欣并守住楼梯 而对面并没有给楼梯烟啊 对面的队友 不过风风的采灵飞剑也是 能不能打对安邦 从天而降落地一发 就是这落地一发 直接锁定这一分 没有时间 根本没时间来不及 就算是秒掉弗洛欣也无尽于事 他们对于自身来讲的话 这暴能器掉的位置太尴尬了 他们只放在 鱼钱吧 两三个人有鱼钱 中路这波小火 流不掉了 这波TZ打了一个变化 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在B点打前压 而且C点也有在做协同的前压 这一波的中路卡住了 但是柏林的穿射 那这个一换一对于FX来说很赚 因为他是他自己的进攻少尉 换掉了对面的防守烟 是 这下主要是主烟未导的 弗洛欣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去 限制对方进点的时机 并且他少了一个暗眼 而且回防会巨难受 对 没有任何的拆包烟可以用 最多就是黑北有个上云 而且现在黑北现在是个残血 这个五滴血也很难高 这个五滴血其实讲道理一碰就碎 对 进攻方式兜兜转转转再回来 C刚才对面C打前压的信息 应该拿到了 嗯 冯冯用小声会看一眼看到 走人 静音 你猜我走没走 再跳Pick 你猜我走没走 他以为对方是假的 对 他会认为对方可能是 只是来做个动静而已 确认一眼 那进攻方现在 柏林的星体还算足够 他对面起了仗云 最后35秒 他要等这个仗云消失 时间又会进入一个红字安包的阶段 仗云消失 哦 他们对枪队赢了 没顶住 而且黑贝的位置很危险 黑贝这个三线 皮弹过来了 OK 皮弹拉死对面 啊 这不看吗 哎呦 但是三人的一个齐了 你是个猫啊 黑贝确实枪线拉不过来了 嗯 激发超线暴走 保着这个暴动器安装 嗯 博特又是给了一个安全包 但背后好像有人从开关门出来了 开关门的声音是个名牌 他们选择 博普拉斯先选择把手 往家里面清理干净 好 小开打了一个 但还是不是很好打啊 这个1v2对面是个点内的安全包 哎呦 1的1打2 手里面有暗手鬼眼也冲动完毕 现在就要看高低双架 他会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给个鬼眼 这鬼眼有个负气 哇 想要拉对方 但我们看到技艺是完全不信的 你们不说要不要这BG去释放 但这个时候 那对于小开来说 他的一个反对全面封锁会放的 比较完美一些手上 还有采力封键要抓机会吗 进攻方要抓这个时间差进来安包吗 防守包全面封锁应该是拆不掉的 皮弹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注意皮弹是不会被束缚的 问题不大 反正有人被锁了 但是柏林 柏林在ABLINK守住了 而且正面的交换 柏林又在ABLINK打赢一个三杀的柏林 一星猎手已经上线 真的刷完了真 只剩下最后一人黑贝 TZ是一个人在A点牵制两个 一个C点最多只有三个人 进攻方直接闪电弹球 一波起连进来 看一下黑贝 黑贝 黑贝被眩晕光波 丢到了过后 跑打 把波子收掉了 再来一个 连续的跑打六发子弹 13秒进攻方 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必须要硬冲 必须要硬冲 黑贝 黑贝 黑贝他在C点 战胜抗住了 没时间了 进攻方已经没有机会 已经是扛了四个人的尽力了 是 这一分是一己之力 黑贝拿下了这个比赛的胜利 而且就往前压了 凤凤 王烟火在手 直接攻击 但是 对面直接开跑 但是第一时间听到这个王烟火 一定是不会再来HLow 中路 赶摇 赶摇 赶摇的战术没问题 而且 刘一手的位置其实是有点危险 这个时候的风不拉斯只能往C去去 刘一手最终是往前走 因为他知道往后退 其实反而会更危险 因为A点可能已经压出来了 但他们在C外卡了一会儿过后 还要第二时间进行一个应转点 我觉得还不急 就时间还是有的 但现在的可能问题是少了 TZ之后你的A点是不可能给对面 任何一点点压力了 就A点是零压力 现在 记忆只需要放弗洛欣一个人就可以在A点看完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 放不拉斯他第二时间选择了要转A去再控一下 说实话没有特别多的道理 他可以这样慢慢点烟 然后一点点点进去 他可以做点动作出来 就是你哪怕不挣挡A 可以把前期的CG控制下来 但是你要出这个 OK 宇宙分裂 纵向给很少见的一个宇宙就是为了过这个A 然后骗出了弗洛欣的相线弗洛欣 想见影走 但是OK 选个位置 没问题 走是没问题的 但进攻方这一分还是有可能最翁之翼不在酒 还有可能要转B 要不要转B 要不要转B 要不要夹B 这宇宙分裂这样的脸肯定是夹B的 来了 一步夹B不可能打得进去 看看正面的刘一手 刘一手在B点的正面 我右边同学的时间 皮弹找人 20秒 皮弹已经出手 也就是没有办法用皮弹按包 必须人肉去按包 再搜点 一比一 一换一还不错 刘一手站住了B点的正面 但是12秒 进攻方没有太多被打断暴动器的次数 防守方没有办法打断暴动器 安夏兄 这个海报 瞬间击杀两个2v2的残局 冯冯知道自己在耗包拳场上面 他选择了硬扛 他以为炸不掉 哇这个伤害计算 稍微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啊 两个人都被海报拳场收掉了 切一下对替来讲 二打二的回防 会比较难 不会有机会 这边能不能秒一个 柏林的位置被发现了 但柏林也知道了开 小开带绕后的信息 柏林 两人都明慰了 拼满意 阿阳反应过来了 他先把弗洛西秒掉 是的 一打二 小开是一个大脚步 两个人双架就行了 可惜啊 没办法 OK 没有束缚到任何人 进攻方禁闭 但是由于采雷飞剑的拖延 所以第一波进攻方 并没有很顺利的进来 这暴动器放地上是什么意思 暴动器放地上是什么意思 暴动器给了 但是重力一直紧 心脉手也是给了弗洛西的位置 暴动器单的安保 弗洛西一券 放了两个 暴动器按下去 但人数倒下了 防守方 也掉了 没了 双方进入到了突一的架势 12比12 芳姆朗斯和G打得十分交出 但这个时候两边又有了 对 你标配拆 但是两边都有人 哦 柏林 而且他逃过一截 知道毕业有个其乐 将来一场一个柏林 柏林的名剧 哇 真的在防守方已经是拿上了比较强势的一些点位 而且创造了人数优势 而且我们都说两边都是防守不好拿分 什么别拿呀 又扛住了弗洛西 那这个时候方布拉斯在防守方的发挥 很有可能会导致T在防守方 他们没有办法去完整追分 玩又一滴血 还不好是没有给到脚下的 还好呢 吃一吃 但现在人数的练势已经非常明确了 二打四 二打四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看过点了 但没有烟 没有任何烟和闪位的加持 哦 华阳的小声味枪又把要这么秒了 非常夸张的一个闪阵枪 不严 知道毕业就在今天 阿阳就留发子弹 两个人要重叠枪位去抓人 OK 皮弹还是可以先缓解一波压力 被拆开了 被拆开了 现在阿阳在等队友 记忆在等什么呢 然后运局的亮枪再给你一些威慑 看到华阳又是小声味 又打残了这边的阿阳 阿阳又是个残 这一分二打三 其实真有机会 黑背 想先抓人 黑背想抓人 他想大声为抓 那这个时候风压了过后 无敌招商来了 没了 柏林 得分的趋势来说 我们讲过两边进攻 但是 TZ师进攻又甚至找到了一个机会 WOU收掉了 而且自己还决胜而退 那这下T1陷入到了僵局 很麻 开局唯一的信息为WOU倒了 而且WOU本来是在防守端 要单挂A点挂很久的 现在的问题是风风走不掉 他必须要在A点一直挂着 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了T1 防守方真的很难守了 T1现在要做决策 到底是做更激进的动作 出去把人数搬回来 还是我索性接受一个四打五的回防 开局掉落一人的情况之下 T1他们又作为防守方 已经是完全的烈士面了 只能看能不能在中途找到机会 去把人数搬回来 说实话 要看风风的发挥了 这个时候只能看见个人发挥了 A外情因集结 风风旁边是没有任何队友的 如果对面一波TA 他就只能看自己能接多少了 听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 风风知道对方 可能一万人多 把队友叫了回来 楼梯给烟 这次楼梯给的是战龙 也不是一个楼梯 进攻方 FPX还是标志性地给了一个 我不是楼梯 其实随时可以转臂的烟 这个烟 黑杯 黑杯创造了机会 他把DAMO的玻璃收掉了 就像我们讲的 进攻方式打了一个A转B的算盘 风风可能想要追 但是有烟 踢弹包 打断不了 踢弹包打断不了 直接冲二楼 没问题 双人的鞋同 越过对面的少计炮台 人数优势建立 暴动器已经安下 小开杯秒掉了 黑杯 他要去帮自己的队友 把近点稍微控制下来一些 风风还在A点 他在等对面有没有人 会从A点绕后 但实际上没有人 对面所有人都已经在B点里面 但风风不知道 他在轻A点外面 他去了ABLINK 是没有人的 ABLINK他跟TZH是一个隔壁 没有对攻 TZH受住 剩黑美一个了 弗洛欣 只剩下最后弗洛欣一人 最后TZH受掉弗洛欣 14比12 巴姆拉斯拿到自选度联环古城的胜利 看一下FPX的关键分 这没办法这得走 但是 闪战周路距离 他队友能不能帮一帮他 帮不到 奥特姆在死角 这个彩联配战你走不掉了 完不了 我觉得奥特姆必须要改自己的闪战周路的位置了 他现在已经被抓至少两刀两次了 主要是他看到你在近点 立马就 风风就立马提速来到你近点 一传过来 风风正好接你 背后有人绕吗 背后第二时间 应该还是有人在绕 双一次应该丢的是把狂吐 所以损失更大 对 所以我就刚才说吧 好像是把狂吐 好 那回到这一分上面 FPX现在有枪械优势 但人数不少了 好 露虹害怕 马雀战 还是马雀战 把人算开 但这一分可能要等琉璇 绕后太久 就正面要先提起来 来不及 不可能等那么久 正面不但好提 他们必须要等琉璇 不等的代价就是 在这一瞬间 黑白格小开 刷完了最后一个人的位置 名牌的 时间来不及 就算琉璇绕绕进去 也来不及了 就完全知道你在后裸 我觉得现在就FPX可能 要么就直接叫战术暂停 要么就是现在场上 大家要帮奥特曼想一想 我这个闪展自如 和尚伯乐的第一枪位 还能在什么位置 奥特曼现在给队友 在打电报了 对面暗瘦出了 王烟火也来了 王烟火没抽到 而且 好在 这一分是 虽然丢丢丢到了脸上 但是能跑 风风自己是被抽了一枪啊 这个血量 恐怕是被打了一枪 啊 这个腿打完 风风还是很激进 哎 还行 奥特 换完金牌猎头把风风收掉 他有知道自己抽到一枪腿 很清楚对面的血量 开始反清 有人绕后 但绕后人被架了 所以要正面给点压力 绕后人是TCH TCH有抱拳 TCH没了 而且王烟火的混烟 顺着对面的金牌猎头 打掉了人 风热情也有收获 三个EV 全部都打一 剩下一个留一手跟阿阳 留一手的位置还被锁死了 哎呀 这个点位 还是被黑位修掉 无比零 奥特加的这个缝隙 其实孤高火力的出枪速度会比较快 来了 很难通啊 找到 留一手被咬了 而且 是的 这就是B大已经打开 B小是个被束缚的人 我不去动你魁夫又何如的 你覆盖不到点里面 我点里面直接安置暴等器就好了 跑点空下来就行 风风手里面还有彩力飞劲 这个手随时准备 而且并且 他其实这个魁夫更多的是给了T一个烟雾弹 他真的抱拳直接觉醒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糟糕了 场上的形势完全不受控 对面的魁夫阻挡了方守方 最好回防的角度 对 这个T是乐于见到的 你烟雾在我脸上 你帮我给那个烟雾 我不需要去多招技能 眼里面有两个人在混 先是用短暴喷藏了一个 但是现在阿阳是一个零 然后开始看着徐迪剑 徐迪剑的效果怎么样 徐迪剑了一个还不错 但魁舍还在 第一包 把魁舍秒掉了 残局有嗨爆 这位置被锁定 没机会打呀 这个位置180度 对面还不确定他的位置 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被皮弹眩晕了 是的 皮弹找到了他 看一下T1现在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现在其实是 予去予求的一个局面 远距离小开不跟你讲道理 这一发给魁舍秒了 手感现在也已经差很多了 对 完全扬起来了 真的所有人都手感不打起来了 这一分我估计方巴斯朋友 都要考虑把这把明军绑上来了 交出狂烈之动 意味着他们是要打回防的 最后一键扎到 但是只是减80 并不足以完成击杀 小开在典里面进点混血摸云 想找人 他控制一个不错的区域 对面的回防很难开战 出不来 几个口都出不来 想要给狂潮 从B小出去嘛 骑士也出不去旋递剑 扎在了狂潮的背面 一个负面的配合 哇 切一下啊 真的很难点啊 但不过今天比自己的一个主动大了 完成了单杀并且有人补销 但对面的技能已经准备好了 补销秘力 用阻止对面用技能手包 但无所谓 进攻方已经掌握了场上所有的射角 把平均打不了 最后也无奈啊 没办法 这个夜灵随时能够给你包点完美的攻准 奥特又是一波前进 还行 这一下的一换一是转的 这就是上伯乐占第一枪线的一个最好结果 有人又需要贴脸 这一波完美的技能combo 让凤凤打得很轻松 但原点的阿阳即使的母枪 秒掉后后自己阿阳也是难逃一死 没办法打不了 他占的大空地 就说明他没有想要去后退的一波 后来有人要带后来我去留一手拿的封刺才反扰 我觉得现在T已经摸透你的套路 你就是正面有几个人打回方 然后背后一定会有个人 然后这个人要么是留一手要么是TZH 二选一 所以干脆就直接开 我两个人开架 我一个人架不动 我两个人架还不行吗 好 换场上 想要找机会 给了点机会啊弗洛欣 给了点机会啊弗洛欣 这个位置还不一定 哇 来手 OK 现在就 看到了 现在是一个二打一 个人能力的发挥时刻 点完了 TZH 个人能力终于是发挥出来了 方布拉斯在 一架局的一个情况下 OK 我们刚才所说的个人能力的发挥 确实帮助方布拉斯拿下属于他们上班上的 对 因为当你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些 而且有抱拳的 这一波如果再引发抱拳 我觉得这个A点是个死局 B点是个死局啊 暗炎 守稳 仗云 无路可队 凤凤 哇 TZH和刘一手 这刘一手他没死啊 他这样还反倒了两个 并且TZH补枪来的够击石 哇 这两个人直接守住了整个B点 虽然说被小开拿捏了一手 但小开的位置也是已经无路可逃了 后面还来人了 小开要被抓了 呦 意识到位 但是正好换单的timing 好 来了 陈伯要抓 TZH的位置 TZH扛压 往后撤 暗炎给了 独目升起 丢丢没有拿到很好的效果 进攻方给了几套拳道的技能 暗炎也没有找到人 独目也没有找到人 但刘一手被攻破了 毕大拿了下来 进攻方随机安包 不要点后 先把包安了 TZH被绕了 哎呦 出来给他硬换了一个 但是局面对于防守方来说 还是非常不乐观 三打四带明居的一个回防 是的 又是在第一时间把整个BG控制了下来 并且在这一分的情况之下 三人只能选择从首方家里面回防 银点休战 还没没收了 这几个技能丢的没什么配合 但是阿阳硬打一个阿阳跟奥腾 两个人相依为命 阿阳再打一个奥腾 是吧 奥腾他要换枪 换把步枪 两发子弹 两发子弹 有人只有两发子弹 小开天枪走出来 打过了 没办法 还行三角的比分 进攻方的起枪 我感觉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很有可能是会让奥腾 去进行一个主动的事态 但奥腾这个位移 只能往后不能向前啊 这也是尚不乐 你说他是伪决斗 他其实跟现在主流的几个决斗 一点都不像的一个原因 中路是给了独木加上狂潮 来挖个枪 然后自己去主动拉 给一个反闪 但防守方的单向炎 就让进攻方 交了这么多的代价 那你后面怎么去牵衣 想抓对面的弗勒欣 弗勒欣直接是文生顿走 弗勒欣退了 而且BY现在有人在做了一个断后 这是柏林唯一一个闪存过载 零点兽他好像没有任何的收益啊 这波前点其实技能的反馈是非常非常低 这一下方布拉斯一定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节奏放得非常非常满 想找人 但对面其实不怎么出来对 风风是一把正义出的 正义远距离 只要敲头就是一方 来 关键他在架子是红装路和中路都会架 看到了 他没有选择不跟你对了 因为你没有现在能锁定我位置 或者干扰我视野的技能 你没有闪 随时准备给雷 你现在你来好了呀 有人已经进点了 知道你 点内惊人了 等你暗包我就踩雷飞剑 打断你第一轮的暗暴动机 这暗暴动机能暗就命要没了 但旋递剑 错失了他内 这个旋递剑其实是没有任何技能配合的 但是第一有一个人蛇了 少了一人的情况之下 在手枪球YU又发挥了本身处 军事打得出来 是的 柏林也是暗暴暴动机之后无路可退 这个时候 死角也亲密了 再点一个YU连斩三人 非常漂亮的点内清理 对面两个人 一个人在及时一个人 正面的及时抽了一枪 TCH打了一个 哦 TCH 这两枪是什么 只是一下 付了清最后一人 付了清50滴血 开混 然后这边往里走 没问题 却同样的也斩了三个回来 5比9的比分方布拉斯来到下半场 有机会去把比分追一追 注意到TCH的抱拳只差一个点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0点休态 没没收掉对方的暗兽 归眼 真好是张云起来了 没被看到 而且奥特跟上 这波节奏打得不错 奥特跟过来把黑背收了 而且通道其实已经被渗透了 是的 而且进一步确定通道是安全的 通道今天是没人的 把对面的防守注意力勾到通道去 然后这时候可以拐到A点的左边去 他们可以选择另外一边去打 不一定硬锤这个通道的 Burling手里面还有一个闪存过载 招队有硬打吗 我觉得三个人可能都要走通道了 给个闪吗 太闪了 敢这样敢到吗 有点太干燥了朋友 兄弟有点贪了 这波把三个人陪在了通道 而且包东西也是掉在了一个非常深的位置 很难打了 这手上是有闪的 可能第一时间也被熊天坚骗了自己的架位 关键是他第二天再过来空的时候 对方已经是来到近点做支架了 这换了好意思 发现只有数位是最贵的 但问题是他寻敌剑的那个有效期已经过了 这个信息已经过时了 对关键是你寻敌剑射完过后 你还过了十秒钟左右你再过来 对是无意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 就是你的信息是有时效性的 对 他不是一直有用的 他可能会误导你 两个人慢摸 其实阿阳是有技能 但现在不想报了位置 先打人看到了 现在阿阳可以给技能了 反正已经明白了 好快的一发 阿阳全技能 旋递剑给定上又是一个很随意的旋递剑 凯顿安包 凯顿来得及拆吗 拆掉了 七秒钟 来不及安包能吸的TC 是硬打了一个 但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这来不及了 这把枪图就要保下来了 他可以保一把 虽然是裸的一把狂图 但是保了也行 技能这个时候不是很重 就来了 笑开 飞玉苗 天呃 扫出来的包队凶了 飞玉苗的一个魅力啊 站大马路中央 这其实是个预秒点 但只是因为他站在大马路中央 他能够快速看到对方的枪管 近大元小吗 非常漂亮的一个近大元小 对 一直在点内疯狂跳 小开想要去谎开信息 阿阳在等队友中路做动静 他应该B点是要跟队友做协同 等队友集市的一个消息 如果防守防拼点了 可能害怕对方要去打市场 这不可能是一个中央比打集市 但中路防守防守给压力 你要不要提这个集市 你提集市我就来偷你的偷你的背身 五小明灵可以开 五小明灵大产脸被你先出手了 点出来了 稳定带走一个 但对面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拉的 波顶有没有烟 波顶有没有烟 但是有一手借助这个单向烟 把YOW又收了吧 有一手点了一个 走 上场机会 暴能器带上去了 这个位置很尴尬 今天就打得很激进了 而且Burling Burling最终没有扶起来 没被扶起来 就是跟2打3 小该被反扰了一手 阿阳差点没打过 但是阿阳还是打过 但是位置也爆了 再打一个1比1 没有打赢 知道对方就在心里 这一分对于刘伊兽来说是很难操作的 他的位置是个名牌 太激进了 哎 哦 帮这个风险去捡包 那最后阿阳不得先传掉这一分 他们并不知道中路和B区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要往中路和B区做一个尝试 这个铺流 TCH感觉被围困了 而且队友来了 波顶没想到这个红砖路其实是有人的 TCH被幽爪牵到 TCH无路可退 他们两个人围剿 枪掉了 暴能器落在中区 暴能器也掉了 现在进攻荒在一个中路非常尴尬的位置 对面5个人虽然没有捡到枪 但见好就收 把人数保留住 这中路第一时间是没人看的呀 现在很烧 留一手 还是要去寻求一下跟对方交战的 他想要把人数掰回来 但很难啊 说实话 而且他们又要考虑要不要手枪 不好掰啊 哦 这个脚步 进攻荒是放脚步来的吗 方主方也是直接给海保 但因为只有13秒钟的时间 他只能大脚步 群体给的不错 这部群体拿到不错的信息 他皮弹来了 皮弹打掉 8秒这部只能硬往里汤 包安下去才有机会赢 点里面有很多刺客 但是暴动机 2秒没有安下去 能来得及靠击杀获胜吗 很难 他必须瞬间把两人转完 没有机会 大体这分完成了 A连只能来一波流了 往里面应对 中午奥特姆是一把 哎 打杀 5人全在 没有被没收 3人了 好像3人全被咬到了 那这一分已经结束了 大蕾剑了 最后一看阿阳的个人操作 阿阳只能打一个 远远不过这个 一个不高火力 要起脸 有点 有点上头 其实刚才 15秒钟 来不太急 因为通道的暴动器 那这分已经是走在很危险 奥特姆很知道自己 必须要马不停蹄 带给你个嗨碑 而已即便是这样 他也没有任何机会 对你要从后面走到 根本来不及 那么TV也是在自选突 13比7 拿到了日轮之城的胜利 这分无敌超杀 确实起到了一个获胜的关键 一摇摇了三个 国内来说是一张进攻图 这个我们跟 对大家讲过很多次 对的 尽管大家可能觉得这张图 是个防守图 但其实现在国内的比赛 这张图是一个非常进攻的地图 暗眼推了主动出击 但是对面的徐尼联圈 劝对了玻璃 江浦炎直接想抓玻璃 两边都被闪得非常严重 但是 来了一发双杀 黑背这一个KO的闪从过 在刚才三个击杀 全都后面挂着黑背KO的头牌 对 出攻 但小开跟WIO两个人也是残血 对 风风显到也不多 二打五 其实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就是你要把这三个残血打了的话 那就是一波二打 不过 对面不给这个机会你就很难打 不过这应该是个童话故事啊 我感觉 是 你确实很难去处理 因为对方是不会给你太多机会的 葛燕试探 但是对面死活不漏 TCH那边啥人也看不到 来了 TCH脸上有人了 听到荒弹的timing 风风 有点来防火一下 打了一个 但我很担心你标配的子弹 我感觉被弹都要没了 时间拖得差不多了呀 时间已经没了 对 靠到近点 闪得不错 那两边都有人怎么说 先打一个 阿阳第一时间发现好像是 白到的后面的 当然时间已经不够了 时间已经不够了 这时候跳到碟里面的阿阳也很绝望 无所谓 球场局 来了 但是自己也被 这个小球玩具标到了 有变化 TCH选择压出去 如果我在点你守不住 我就出去 穿一闪 这是他们最强势的一面 但是能点几个 这个交换依然不是很赚 因为最后也就是个二打三 因为刚才小开在中路 军时间是秒的一个 遮墙没中啊 就通了 阿阳再来秒一下 可以 把人数军事打了回来 并且把暴能器打掉了 但对面近点也是集成知识了 看这个明镜回防就不好打了 这一手也 他旁边身边好像没有常常给去捡的 看留一手了 留一手这个位置必须要轻一个才有机会 他自己枪管露露出来 可能要被打天枪 果然 黑贝的天枪来了 刚才我们说的奥特 所保留下来的巨刃 这波真的要 我觉得是是吧 反正你再保着把局也没啥用 他知道铁枪有人 但他看先秒哪边了 勾不出来 黑贝是不漏的 不可能 没人想象是不会漏的 从他人家两个人 不骑射 但是他就有一件骑射 他是吧 他是个G啊 对他是个骑射 一发 他要把人先骗出来 不知道你们才看到你脱皮了 没机会 这样的一个闪生枪 小开抓了一个合力的台 召唤了军练剧灵 缺考军方的一个信心 是45秒军练剧灵 而且中路给了一个暗眼 进攻方有点很尴尬 起舞南下 你要打B了 帐云加上暗眼 战元阶暗眼 不让你进 铁铁铁的位置被招了出来 但是奥特铁抓了一个 强劲进去 小开一换一换一换 但是不够 这波近点非常的勉强 但是黑贝 转了两个 车一下突然转两个回来 但也就30滴血 这个安包 对面直接大脚步来了 有人来了 帮你回到对方是一个残血 要跟刘一手 再穿到一箱就可能会倒 再穿 抓太密 看刘一手的 刘一手知道他可能要走右边 刘一手在下 看到了 看到枪管了 正好是一个穿板 没错 其实跟上一分差不多 就是仗云是在 比他独目是在A 独目是在A的 来了 0.0现在走 抑制了空气 抑制了空气 队友跟不上 队友跟不上 但是小开把点里面站住了 那也行 因为手里面有全面封锁 他们选择第二时间 固执全面封锁打回房 包进的太慢了 现在安不了 现在安不了 得退 我觉得40秒的时间 T还可以再转 他可以退到全面封锁的范围之外 但是 你第二时间再来 你现在没有0.0修他了 你没收不了技能 对面的位置是很 对面位置是站得很死的 讲道理其实也没什么技能了 除了可能有闪的一个存在 对 但现在位置选得很好 防守方所有人已经架住了A点 A点现在是跟三人重手 还有独目的支援 关键阿瑶没有一人就损了 只剩下 白了 30秒只能强攻 但对面有独目 累积剑给的死点 效果很差 背部也混死了 A小有三项 也进不来 铜墙铁壁 循迪剑找到了A小的人 但阿瑶还没倒 而且只剩下最后9秒 直接给贴点闪 没有闪到但是枪到了 我看他这个意图 其实不打算交闪过 说实话 我黑贝其实他那个位置是有一个 零点修炭的 没有他有个远距离闪 远闪的一个方式 OK 离魂取消 看一眼A打 对面要进了没有烟 这波烟没给 击烈来了 又给Berlin秒了 那进一下免费升级 并且有三把枪可以捡 还有一把是奥迪 这波抓住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名 这就是柏林离魂去看了眼A打 然后反而成为了自己的一个弱点 但高点的巨刃 好像不要离法申请 对 那不好回防了呀方布拉斯 三打四的情况之下 对方还有奥迪 一个重火力的存在 这分肯定要是的 这分不可能保的 对保是不可能保 中路有个反绕 中路有个反绕自动烧兵 已经是瘫瘫掉的 这个反绕很难去找到 弗勒欣在一个究极暗面 给了对有一颗支援的烟 对面的青币大 那币大是空无一人穿不满 奥迪漏了 奥迪漏了 要把床坞给他清理掉才解 没闪到 弗勒欣也快绕到了 这一分感觉已经结束了 时间不够了 最后弗勒欣是个背面 他来了 时间也不够了 他已经换了 看能不能 但是已经半分钟 你们知道最后一分成点来 全面防火 想要强行禁闭 我认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被拘束的 束缚多少的可能性 应该能站住吗 应该是能站住 OK 不仅站住还接了一 哇他见影换位置 好激进 来了 对面没想到 OK没有给奥迪转起来 没有开劲 弗勒欣其实第一时间想去抓这个斯凯 没有再抓 要没有给其就会了 OK那现在这波交换 两个人再点一遍 风风 可怀哟 手闻给到 平局抽掉 最后一个 风风位置很差 被对面抓到 4比8 我觉得风风确实 因为前面两张技术 把自己的 心理打得有点焦 有点憔悴了 就是 这一分 这种给法 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是 中路转 B 就是中转B 一个斜向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给这个玩法 这个玩法其实比较少 这个玩法 虽然少 但 还是会比较有效的 对它是中路过点加A小过点 两个过点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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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小的一个冲刺 抓人是抓 硬抓 我的很极竟 哎呀还没有吃到这个暗眼 不过DGD的 小开跟弗洛欣 两个人各种点一个 还要再来啊 还要再来啊 手将局方不拉斯很激进啊 就有点上头 从全市员中路经典 小开虽然被点掉了 但是同样 阿阳的位置暴露出来 看这个1v1 这个1v1 这个1v1打不赢就过不去 雷基建补来啊 哎呦波林 我正好是一个边缘伤害 只有4滴血 这差点被雷基建补了 还想等一下暴露气 暴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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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气了一个 但自己也难道意思 没办法 波林球4滴血 他只能秒 他只能打一个3秒才有机会 真没机会 真没机会 好像是在2楼 给防守烟 这边也给了进攻烟 小开什么也看不见 混烟 你会混我不会混啊 浮罗欣先混了一个 而且并且很细细 哎呦 我这又混了一个Burlian 对对面只要拉进来 明居是能看到的 所以对面给了一个很贴脸的进攻 就两个烟其实挨在了一块嘛 两个贴脸 但是当这个时候 就看起来混烟实力强了 这下方不拉斯 可能要选择再次转点了 这个时候我还是要给你推荐一把武器 他叫做幻影 而不是狂图 无所谓了 其实对于两边来讲的话 在正面 因为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佛罗欣就是用幻影去混的 对 那远距离 远距离会员的话 对方其实是不好跟你反混 呃 没烟了 这一波打其实就只能拼枪法了 有追列之灵 拿点信息 但其实防守眼睛怎么过 有人想进 有人拉枪线吗 有主锋吗 他们在旋律间三 从地下有 水域里面秒了一个 什么意思 全是混 从虎点到刘一手 就高槽 阿扬想操作 还有一个大门风群 而且对面过烟很难过 对 这还有个大门风群在近点的 看四开的闪了 看阿扬了 这波肯定先走皮林之虎 换了一个暗眼 对暗眼 过眼有缝 烟后如虎 你没有人敢强通啊 来了 看到了 比了 主锋撞了一下台阶 但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有队友在这免无所谓的 很难进啊 你现在没闪位了 你更不好进了 对 没有闪之后 这个G更是肆无忌惮 因为 你现在影响不到他的枪线了 对 而且阿扬不仅仅是闪 他还是个信息位 你没了信息 你要从烟里面抢了 不可能的 只能等烟散 但是烟散的一瞬间 小开的明区 暗眼走 就是最强一波 暗眼应该影响到一个人 右边有个人影响到 但是现在暗眼也结束了 不乐性 就在这边 一换一 奥特曼顶住了奥特曼再打一个 2.2楼 他们用独木隔离了明区 非常聪明的决策 看到张广蓝带 是个残血被小哥穿掉了 有珠峰3B3 珠峰要来了 还想再来拼一枪 没掰掉 柏林安一个脚下包 这个包应该是能安的 没问题 有人绕后 三个人都是在这边的回房 有人要去A省 3到2 现在进攻凤 还是少一人 柏林选择 去在A大加大门 然后让TZ去2楼 TZ射 叶小舍 一瞬间没有对过 扭掉了3打1 柏林 这个残局很难操作了 柏林 一百二十五的 哎 枪管也爆 枪枪也爆露了 直到第三 AY进 叶峰峰马上 很想静岩 静岩的小哥 直接拿短包 喷掉了柏林 T1 在防守方 拿到了他们的赛点 12比5 而且优势非常大 7个赛点 这个中路 这个中路总归两面 是能听到一面的 都能听到 扭凌之火逼出了 逼了明居的位置 在中路上了 是的 中夹B还不错 但是对面也有交换 三打三 参局 二刀 封锋 哇 收完了 快结束了比赛 千金凤火轮